他很快被三个女警察抓住 结果他们就把他推进了小树林里 就在这个绝望无助的时刻 突然他听到了枪响 三个邪恶暴力的女人都挂了 可怜的小杰终于自由 他看到开枪的人就是他的叔叔 那个被他送进监狱里的叔叔 他冲过去抱住他哭了起来 叔叔立刻就原谅了他 男人果然是情感动物 只要你让他感受到了爱 不论你做过什么都可以原谅你 啊 伟大的男人 小杰问叔叔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叔叔说在监狱里 那帮女人看他长得帅 一直对他实施着惨无人道的羞辱 他每天都痛苦地站不起来 好在叔叔之前就身经百战 不是那么容易倒下的男人 不管是在精神还是身体上 都硬性而坚韧不拔 他终于胜过了那帮邪恶的女人 让他们放松了警惕 逃了出来 啊 真是一个强大 勇敢不屈不扰 能屈能伸的男人呢 叔叔给小杰拿来了一套衣服 竟然是女人的衣服 小杰穿上之后 扎起马尾 流起刘海 整个人就像一个超美的女人 走在街上 一大堆男人冲过来 把自己的神环在他面前甩来甩去 意思是要他娶了他们 看来小杰不论是男扮女装 还是女扮男装 都是抢手的那种呢 他们走着走着 来到了公主舞会 叔叔想在这里找个关系 把他们送出国外 但聊了一会儿 就又被女人看上了 叔叔只得再次接受屈辱的交易 小杰也被赶了出去 在外头小杰乱逛 居然逛到了公主的舞会 他看见 全体男人都在进行什么仪式 一蹲一蹲 此起彼伏 跟一堆白色地鼠似的 这时候 他们的梦中情人 也就是公主 从楼上走了下来 好美 好冷 所有的男人都举起了自己的神环 对着公主甩啊甩 希望被公主看上 公主环视一圈 眼睛竟然停在了小杰的脸上 小杰和公主对视 他怎么会看到我 我现在是个女人啊 公主走到楼下 立刻被男人们围住了 他继续环顾 但没有拿起任何一个人的神环 看来他一个也不喜欢 小杰正要走 突然被拉住了 居然是他的遗仗 遗仗没有认出他 他说 女神 容我给您介绍一个老公人选 就是他 我的儿子 可爱吧 小杰一看说 我不喜欢滚吧 然后遗仗说 那你不如看看我 如果你喜欢我 可以帮我赎身 我已经不爱我的老婆了 小杰能不能如愿嫁给公主 敬我主也看下一期 记得点赞 关注 爱你们